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魁酉丑丁氏甲成 这个八字是一个女命 他认为是不是他弟子有四有丑三合军局 会忘他的桃花 他的昏旗 是什么时候 基本上这个问题 真的是很难倒我 为什么很难倒我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首先他进入这个大运以后 他进入这个大运以后 第一个戊魁酉丑 戊魁酉丑 他八字里面唯一的一个官杀被合走 杀被合走 所以说他桃花完全都没有 地支 各位你看 也没有任何的水 没有任何的水 所以说他的桃花一定很弱 进入这个运以后 尘有一合 就剩下四火生丑土 那地支来讲的话 不管是害水 或者是止水 全部都不行 天干癸水已经不行了 天干只剩下一个润水可以用 癸水是不行的 癸水是不行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四个水 他偏偏就只有一个可以用 也就是说 在这个运里面他桃花很弱 他的桃花很弱 就只有任这一个流年的时候 他会有桃花 任的时候会有一个桃花 所以你说他的什么时候会结婚 我不知道 因为他的桃花真的很弱 他难道我 难道我不是因为难说 他这个事有所会给他带来桃花 是他本来就没有桃花 你要问我说什么有婚姻 我头很痛 头很痛 原因在这里 所以说其实他就变成是 他桃花很弱 可是因为他有一个甲木 甲木可以来生丁火 他平常 这个人其实平常他是可以谈恋爱的 他谈恋爱没有问题 他谈恋爱没有问题 所以说他恋爱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他要结成果 各位你看 四分之三都不能用 他就只有一个润 所以说他只要一过润年的时候 像现在是丁 拿过来物己更新 还有五年 各位他还有五年 他的机会才有 那诸年没机会 诸年是没有机会的 火生土克水 蜀年也没机会 只丑合 所以说他就只有把握 一个五年后的认年 就是这样子 一旦时间让他拖过 进入奎年就没有细唱了 真的是没有细唱 可以唱 所以说他就只有好好的把握 这一个认年 平常谈恋爱是没有问题 他的八字谈恋爱没有问题 因为他有一个印 他有一个印会进来 印进来的话 基本上他谈恋爱是没有问题的 要结果的话 他就只有蹭这一个认 所以说他要问 难真的很难 就是说你明明就没有桃花 你还要问结婚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事 比较困难的事 所以说这个八字 就会有一个盲点在这里 这个八字就有一个盲点在这里 也因此这个不是 他会这样认为是因为事有丑 三合金局 金会生水 他的桃花会比较旺 可是实际上是没有 因为我八字体系本来就没有三合这种东西 所以说就没有这一回事 再加上他的三合在提命中 其实他已经被破坏 不是真的有三合 就只有事火跟丑土而已 所以说并没有三合的现象 所以说并不已 说他的什么金很旺 他甚至在我们的里面来看 我们体系来看 根本就没有任何金 根本就没有任何金 金跟水几乎全都从缺 金水从缺 所以说财运也没有多好 那桃花也一样很弱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他的八字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说 谈恋爱可以 就是说你遇到了 你先不用管 他是不是你的真命天子 能够谈恋爱就先谈恋爱 然后好好的把握这一个认 一旦认过了以后 这个大运的结婚的 结婚的机会就会很少 他就必须再等到假年 各位 假如五年后过来 任奎假 五年后没有 就要等七年后 等七年后 所以说其实基本上 他都会比较晚婚 然后这个会比较晚婚 地支的话 地支的话 就是因地支来讲 他的水一直进不去 然后他也有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不管金可以来生水 可是有金进不去他的命 生金也进不去他的命 所以说他没办法靠地支来帮他成婚 他的 他假如会结婚不是靠地支 地支一点力量都没有 要靠天干 他必须要靠天干 所以说他的一个八字来讲的话 就会简单的讲 就会比较不容易有婚姻 比较不容易有婚姻 所以说 这一个八字来讲 会难道我的原因是 不是说我批不出来 是说婚姻本来就很弱 你说要有婚姻 我也没办法无从生有 就只有叫你好好把握 所以说有的时候八字就是这样 八字就是这样 看起来好像可以 实际上都不行 实际上都不行 所以说你看 地支火生土用金可以 问题 偏偏他连一个金都进不去 都进不进去 他一个金都进不进去 当连一个金都进不进去 他如何去生水 没办法生 天干 润水可以用 所以说他还有一个润水可以用 甲木也可以帮 甲木也可以帮 所以说 他的 单单他的官杀的用神就很少 所以他就只能真的要好好的掌握机会 不要让机会再跑掉 不要以为年轻 我很多人追我可以选 当机会都消失的时候 没得选 会没得选 所以说这个八字 就是一个整体的架构 就是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是一个整体的架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